Hello,五年级的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绝恩老师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数学练习书,然后翻开这一面 今天我们除了会讲完,就是讨论完这最后的三题 这四题呢,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新书了 所以请大家也要准备好你们的新书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UPSR模拟题 来到我们的最后的四题了 同样的第一题以及第二题呢,属于这个选择题 所以这个你们要自己完成哦 现在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第三题的应用题 来看第三题 下表显示晴天咖啡馆在两天内卖出的咖啡的体积 星期一它卖的是12.65L 星期二比星期一少1200ml 所以A它要你计算晴天咖啡馆在两天内售出多少L的咖啡 所以它要找的是两天 两天就是我们要算星期一和星期二 所以我们要先找星期二出来先 找出星期二到底是多少 星期二它已经有说了 比第一天少 少就要是拿来减 减多少呢 就是减1200ml 可是题目却要求我们要用L对不对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把1200ml把它变成L先 所以还记得那个算是吗 来大家一起跟着写出来 1200ml等于 要记得我们要先括号 1200除以1000 当你除以1000你的单位肯定是变成L了 所以自己将隐形的小数点带出来 除就是代表以前 我们要以前三位 123 所以点会在1和2的之间就是1.2L 找出这个1.2L之后呢 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进行了换算而已 我们现在呢需要计算星期二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拿 他说了是比第一天少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拿12.65L减1.2L等于 所以大家算一算12.65L减1.2L会是多少呢 如果不够位置写你们的指示呢 你们可以写在书皮哦 或者是写在额外的一张纸张 大家数一数 12.65减1.2 你们的答案会是多少呢 加则你的答案算到是多少 12.65L我们减1.2L 所以我们减出来 5减0得到5 6减2我们得到4 小数点跟着点 2减1得到1 前面的1没有东西减 我们依然是1 所以我们找到星期二呢 是11.45L 对吗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11.45L 不可以偷偷用Calculator算哦 所以这一个呢 只是找到星期二而已 再来他要的是两天 所以两天就是要拿来交 我们就要在拿星期一的 12.65L 加我们刚刚找到第二天 是11.45L 算一算 到底这两天 一共卖出多少L的咖啡呢 所以我们来加加看 12.65L 12.65L 加11.45L 驴尾 你算到你的答案是多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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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吗你的答案 24.1我们来看是不是24.1 5加5我们得到10 记得满10敬畏 这个很简单 10 L造写 6加410 10加1得到11 小数点跟着点 2加1加1得到4 1加1得到2 对了 24.1 后面的0我们可以不需要写 所以就是24.1L的意识 他没有打L是不是 他忘记了我的那个符号 OK 罚他写100次的L OK 那么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去看我们的B题目 接下去看我们的B题目 晴天咖啡馆在两天内共卖出50杯咖啡 以ML为单位计算一杯咖啡的体积 所以我们刚刚找到了从A的题目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两天50杯的咖啡 他所给的这个50杯的咖啡 50杯的咖啡的体积就是等于刚刚李伟所给的答案24.1L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一杯而已 我们就是要拿来除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呢 拿来除之前你注意看 他的题目要求以ML为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换算了 再来除也是可以 所以还记得ML L要怎么换成ML吗 我们先写出来 24.1L等于我们拿24.1除以除还是乘呢 L放去ML是乘以1000 所以记得后面要注明你的单位是ML 要注明是你的单位ML 这时候隐形的小数点自己移去后面 1 2 3 我们就会得到24100ML 得到这个24100ML之后呢 还没有结束 24100ML呢 是50杯的体积 现在题目要求你找几杯 一杯而已 对吗 所以我们要拿来怎样 我们就要拿来除 什么要拿 24100ML 除以50 来上一算 当我们除以50了之后呢 每一杯咖啡的体积会是多少呢 下次你要去厕所自己去就好了 所以加则算一算这一题的答案给老师 24100ml 24100ML 以除以50杯 每一杯会是多少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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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来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482呢 我们来除一除 这边我们可以用 40404520 减下来 把零带下来 这边我们可以用85 85是10 剩下个10再带 100下来 250ml 所以对了每一杯的体积是有 48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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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的答案是不是每一杯算到的是482ml呢 来检查你们的第三题的答案哦 所以做应用题你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呢 如果这种有一题里面还有分ABC呢 通常它的那个ABC呢 这答案都会有关系的有关联的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题A算错 你的BBC就会跟着错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好了吗 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题 一名小贩呢 一名小贩呢一天他售卖五种饮料 OK可以是COLA 7up Sprite Oring Rabina 每一种饮料的体积呢是15.5L 以L为单位 他要你计算小贩所售卖的五种饮料的总体积 一种一种饮料是15.5 五种呢 五种会是多少 每一种饮料的体积是相同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拿15.5拿来乘以五 来大家自己算一算 那15.5L乘以五种饮料 大家乘一乘 数一数 算一算 答案会是多少呢 ecc Far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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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感谢观看 什么答案呢 你们算到 77.5L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77.5呢 来 L记得写下去 55 25进2在前面 55又再是25 25加2 我们得到27 小数点可以跟着点 515 5再加27 对了 5种饮料呢 总共是77.5L 一定要把单位放下去哦 不然你们就会像李伟这样 哦哦 那么好了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看B的 B题目 这5种饮料的总体积 刚刚我们已经找到 总体积是77.5L 对不对 总体积的五分之一 圈起来这个的五分之一 会免费赠送给小学生喝 就是free的 没有收钱的 所以 以ML为单位呢 他问你 这个五种免费 赠送 free的 OK 给小学生的饮料的总体积 会是多少呢 所以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算出五分之一 是多少之前呢 把刚刚我们得到的答案 77.5L 把它变成ML 该怎么换 要写出那一个算式出来 我们要写出它的算式 77.5L等于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得 不可以忘记了 括号 77.5L 换去ML 我们是乘以1000 等于 小数点 乘100 不是乘100 乘1000呢 是往后移3个0 1 2 3 所以我们会得到的是 77.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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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找出 77.5L 的五分之一 的五分之一 要拿来怎样 所以大家写出来 所以大家写出来 77.5L 乘以五分之一 等于 上乘下除 所以算一算 这一题 你们的答案会是多少呢 在旁边 自己写出 指示 是哦 答案的时候给老师哦 Misha 放当你有答案吗 要自己刷呢 不可以等老师的答案啊 15.5ml 怎样会有点呢 我们都没有小数点了哦 我们来看 15500 15500 Misha 你在讲吗 来 我们来看 17500 Misha 除以 5 这边呢 我们来看 15500 Misha 除以 5 25 0 就跟着带下来 0 050 最后一个0带下来 050 所以是Misha 不是15.5 不是15500 是15500 Misha 你已经忘记怎么背了吗 15500 Misha 检查你们的答案哦 OK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15500 Misha 呢 15500 Misha 检查�에基и 15500 Misha 检查 15500 Misha 检查 15500 Misha 检查 1600 Misha 检查 15500 Misha 好了之后呢 这时候老师就需要你们准备你们的新书 我们已经复习完我们这个度量盆 就是关于我们的长度重量以及我们的体积 现在呢拿出你们的新书就是 我们会学习接下来属于空间 空间 好 还记得什么是空间吗 我们会学习关于周长 面积还有的就是体积 还记得吗 这些周长该怎么算 面积体积该怎么算 我们来看 练习一 他要我们学习计算综合图形的周长 综合图形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里面就是一个图形里面呢 他可以是有着长方形 搭配正方形 也可以是长方形搭配三角形 就是会有两到三个形状一起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综合图形这边呢 算出他的周长 周长就是一个图形的周图的长度 所以我们是要用哪来加的 你要记得是周图的长度 他里面的长度是不可以算的 OK 那么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来我们看一个小视频 大家稍微等等呢 因为男主啊 我觉得你也让不可以算是他们的 T춤的词营 但现在我现在的法性 对居然是 近期的 Siąpe EV A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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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朋友同學們歡迎來到選擇老師的特殊 今天可以選擇老師教的是我面前學學 當然也有公天裡面的周常 啊周常四年級都已經學過了 然後那麼廢話不多說就是這個簡單 我們開始吧 來來來來 復習一下 才不要跟你們復習自己去看回我四年級的影片 OK 我不要浪費時間在這邊跟你們復習 自己去看回四年級的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這邊 OK 好來 我們來看 第一集 記下來以下圖形的周常 好是這個圖形讓我看看 喂 是這樣的圖形 哎同學們我要問我們一下 這個 一條 一兩條東西是代表什麼 好 其實這是一個標記 就是說它代表著 就是說它這邊寫60m 就代表每個這一條標記呢 一樣的話呢 它們都是代表著 60m OK 那麼這裡的8cm它就用兩條這個標記嘛 只要是兩條標記的都是8cm 就是同樣的標記呢 就是代表著同樣的長度 OK 那麼周常我們要如何找呢 我們來 你看周常是周五的長度 所以 就是 8cm 加 8cm 加 6cm 加 6cm 加 6cm 就是這個解答的 你看就是這個周圍 8cm 加 8cm 加 6cm 加 6cm 加 6cm 然後周圍的長度 全部加 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麼如果有一封學問我 咦 學校公司 這邊的6cm OK 這邊的6cm呢 它是裡面的 它不是周圍的長度 它是裡面的中間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算它 我們的周常 OK 我們只需要算外面這個外語無疑的 就好 然後周常 它全是在無疑裡 把它這樣子 OK 會不會去算裡面的 好 8cm 加8cm 加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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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多少呢 來 你們算一下 好嗎 對 就是 34cm 看 學校公司在這邊 再一次選票 只分周圍的長度 那麼 如果你們不喜歡這個方式 那些周常的話呢 有另外一種方式 那學校老師介紹一下 那麼 周常我們該如何選擇 你看 有幾個8cm 對了 有兩個8cm 所以 括號 2×8cm 加有幾個6cm 有三個 所以就括號 3×6cm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 你看 2×8 對 6cm 3×6cm 等於18cm 那麼16cm 加18cm 也就等於34cm 那同學可以看到 這種鞋法 或者是這種鞋法 他們的都是一樣的 交答對 然後 OK OK 他可以進行哪一種方法 來寫這個周常 OK 好 我們來看第二題 就是這個簡單 第二題 計算一下 圖形的 周常 也是要計算一下 周常 不 我們看到這裡了 好 同學們 一切同學跪 OK 我相信同學們都跪了 那我再講解一次 周常呢 我們要找周常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 誒 這個標記代表的是30cm 那我們總共幾個標 要送的標記呢 我們看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這裡需要做嗎 不需要 不需要算 我們只需要算周圍的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總共有八個3cm 那麼 這邊 有八個3cm 所以是8乘3cm 這樣 這裡很明顯的 只有兩個9cm 所以是2乘9cm 你看 兩個9cm 應該已經算好了 然後外面確保沒有漏掉 沒有漏掉 然後一個周常沒有算進去啊 OK 沒有漏掉 所以8乘3cm 等於24cm 20的9cm 等於18cm 所以24cm 加18cm 等於 42cm 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最後一題 來 第三題 計算一下 固形的周圈 喔 我們現在來做周圈 記得記得 只算周圍的長度 那麼周圈 我們這裡先來 把我們不知道的長度 先標記一下 OK 那麼這裡很明顯的就是7cm 那麼你看啊 這裡一個標記 就是代表三角 這個三角形的這個底部啊 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是7cm 那麼 我們還有這兩個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 多長 好 同學們 我們該怎麼找這兩個程度呢 好 我們就要從他給的資料 去找這個程度 去 算出這個程度 怎麼算 你看同學們 常常在這裡 是13cm 他給我們提示 就是這裡 中間這裡是7cm 我們如果找到這兩個 很簡單 你看 這兩個 我們只需要 把13cm 減7cm 就能夠知道 這兩個的長度 是等於什麼的 13cm 減7cm 是等於 6cm 所以 雖然我不知道 這裡 和這裡 各點是什麼長度 可是我們知道 這兩個 加起來 是 6cm 就夠了 為什麼 這兩個 我們看一下 好 這個時候常常我們一個一個叫算 7cm 是這裡 13cm 是這裡 7cm 是這裡 OK 6cm 是這裡 還有這裡 一起 OK 那麼 周围的長度 7cm 就不要放進去了 OK 所以 4cm 是這裡 6cm 6cm 是這裡 OK 就是這樣 你看 這裡有算刀了 OK 如果我們看 我們有沒有落點 7cm 有算刀 13cm 7cm OK 這兩個 有算刀 60cm 已經算進去了 然後加一下上面的成果 4cm 還有6cm 都有算進去了 所以 只要周围的長度 我們都加起來 就可以算到 我們的周围長 那麼總共呢 他們加起來 是得於 43cm 好 選擇是算了對不對 如果我算錯的話 同學們 在影片下方 可以在 comment 知道 OK 好 那麼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忙 按按讚 訂閱 分享 謝謝 同學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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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忙 按按讚 OK 好 看完這個綜合圖形的周長之後呢 OK好 看完這個綜合圖形的周長之後呢 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練習 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練習 記得 周長只是計算這個圖形的周圍的長度 現在呢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的練習一 來看看第一題 你注意看第一題呢 他給的圖形有著的就是一個長方形 以及正方形 那麼你有沒有注意看到 一開始的正方形的上方呢 他的這個標誌呢 他給你知道每一條邊是屬於2cm 所以你看一看有多少條有相同的標誌呢 我們這邊有1 2 3 4 5 6 7 我們總共有7條 OK 是相同標誌的對不對 也就是說這7條邊 他每一條邊的長度呢 都是屬於2cm 所以首先 我們呢 不可能加到7次那麼多嘛 222222 你寫到來的話呢 你就可能分分鐘 你寫了多少次的2 你都會忘記了對嗎 所以我們用比較快的方式呢 我們就直接拿括號 2cm 乘以7條邊 括號 一定要記得括號喔 然後 再來加 加我們哪一條邊還沒有寫到呢 就是這個長方形 最長的這一條邊 最長的這一條邊 有著的就是有6cm 所以也就是等於2cm乘以7 超簡單 我們當作是被乘法表就好 27 我們就會得到14cm 14cm 再加長方形最長的那條邊 有著的是6cm 所以14cm 14cm 加6cm 我們就會得到 20cm 超級簡單 20cm 那麼呢 現在老師問你們 我們圖形裡面的這條虛線 需要計算的嗎 是不需要的 OK 周長 只是計算它周圍的長度 這條虛線呢 就是指它 這個正方形的邊和長方的 長方形的邊是重疊在一起的 被遮起來了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去算的 然後記得你們的這個等於一定要對齊 然後記得你們的這個等於一定要對齊 你們的等於一定要對齊哦 不可以往後寫 OK 一定是一排這樣子的 你們的等於一定要對齊哦 來看第二題 來大家一起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的這個綜合圖形呢 有著的就是 長方形 以及一個三角形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它的周圍的長度 有著我們以順時中的方向來看 我們會比較容易 OK 從這個10cm開始 我們有著的是10cm 接下去 就是到這個4cm 再接下去 這一條長度最長的 有著的是13cm 為什麼這個10cm和13cm不相同呢 是因為這個13cm 它除了有著長方形的邊 它還有著這個三角形的底 有沒有看到 它包括三角形的底算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底 我們還需要另外去找它的長度嗎 是不需要了 OK 13cm了之後 接下去有著的就是這個5cm 所以記得這個裡面的虚線 這個重疊在一起的這個邊 被擋住了 被遮住了 我們是不可以去計算的 那麼由於這一題呢 它每一題的長度是不相同的 對不對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就必須慢慢寫出來 10cm 加4cm 加13cm 再加5cm 記得 記得等於 記得等於 要堆齐 來 大家算一算 這一題加起來呢 通通是多少呢 由於呢 它是連加法 對嗎 所以我們直接把一個cm放在上面 10加4加4加13加5 如果你要跨5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懶惰寫cm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跨5 啊 也是可以的 就是 如果是像子芸說的 要跨5的話 它的寫法就是會這樣子 你們注意看 如果是像子芸說的話呢 就是 你懶惰寫那麼多次的cm 對嗎 我們就拿10加4加13加5 跨5cm 就是代表10cm 4cm 13cm 5cm 嗯 但是最好是不要懶惰 我們就一個一個都寫出來哦 所以看一看 解论的答案是多少呢 32cm 我們來看是不是啊 0加4我得到4 4加3得到7 7加5我得到12 滿10敬畏12 1加1加1得到3 對了 所以這個圖形的周長是32cm 32cm 32cm 你們的答案是不是算到32cm呢 那麼第三題我們來看 第三題呢 它是有一個正方形以及 等腰三角形所組成的 那麼你注意看 等腰三角形它這個兩條邊 6cm是相同的 OK 我們找到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來看 另外呢 我們來看 另外的這個正方形 我們來看正方形 它有著的是 4cm 4cm 你有看到嗎 它的標誌 有1 2 3 也就是說 另外的三邊 也是 另外的兩邊也是4cm 其實這一邊 被遮擋住的這一邊呢 就是正方形的邊以及三角形的底呢 這一邊也是4cm 只是 這個是被遮擋住的 可以算嗎 是不可以算的 答案下面是不需要發現的 有些人啊 不要跟我壞蛋 專心上課 OK 來我們接下去看 所以在這邊呢 你看 我們有3個4cm 對不對 還有2個的6cm 所以在這邊 我們可以用以乘的方式 我有3個4cm 3個4 1 2 3 所以我跨虎 我拿4cm 我來乘以3 然後我有2個6cm 對不對 我有2個6cm 對嗎 所以我再加 跨虎 2個6cm 拿6cm 乘以2 拿6cm 乘以2 因為我們有兩個相同的6cm 所以我們先算4cm乘以3 我們當作3的乘法表是3 我們會得到的是12cm 加6cm乘以2 62 我們得到的是12cm 再來多一個等於12cm加12cm 我們會得到的是24cm 有沒有超級簡單 有沒有超級簡單呢 檢查你們這三題的答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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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那麼好了之後呢 來 老师要你們往後翻 練習2 是面積 我們先暫時跳過 你往後翻 你會看到的是 體積 以及这个UPS练习我们也暂时跳过 我们再翻多一面来看看这一面 找出这一面 有没有看到练习一综合图形的周长 现在呢老师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 请自行完成练习一 总共呢有六题 总共呢有六道的题目练习一 综合图形的周长 要你自己计算以下图形的周长 你不可以直接给我42cm 不可以 你一定要有那个算式 大家听清楚了没 10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 加油 要记得被遮挡起来的那个部分 是不可以计算的 我听到实说你报道负荣软的周长 对我听着对我说 没有不可以计算得有水 但是我听说了 对我听说是不可以计算的 我听说是不可以计算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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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来看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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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答案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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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